這是昆仑爵拳擊球 3-1,3分鐘 沒有尼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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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觀眾朋友您好 您現在看到的是昆仑爵56 這是三亞戰的比賽現場 您現在看到的一場新秀賽 朱寶通、張延松 21歲的兩位中國小將 我是解說半江湖人張泰海 大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昆仑爵亞偉 這是兩個很年輕的選手 對,張延松是在去年的時候 參加過昆仑爵的中國區的八人賽 最後是西拜給鄧麗 這兩位選手還是挺謹慎的 開始沒有做太多的大動作 張延松近期是長期在泰國訓練和比賽 朱寶通是收集於昆仑爵的成都俱樂部 朱寶通之前打的比賽 兩場比賽可看性都很不錯 對 但是同時呢 我還擔心啊 因為相對來說 兩場比賽所勝 兩場比賽加起來的時間也過一分多鐘 就KO了對手 可能在這種年齡的選手 一打代練的時期啊 這個打一些硬仗 對自己提升得更好 對,所以今天遇到張延松啊 雖然說張延松這個選手 在康寶通打成的並不多 也不斑斑的啊 但是呢 他比賽經驗其實並不少 對,他就是我剛才有提到 他今年一年在泰國 算是留學訓練和比賽 其實他的比賽經驗要高於朱寶通 是 朱寶通今年是作為一個新秀選手 參加了我們康寶通 這次的成績也達到了 最後年中的合軍 我先來說呢 朱寶通身體條件呢 會更高一些 這個維持它的一個基礎優勢 當然這個技術的身材優勢 還要補得先術啊 看總座把這個優勢去發揮出來 讓你再進行 對,因為它的推法和吸法 因為它身材比較有優勢 對,有支線推法的主要 好,不信 朱寶通曾經有個CQ的對手啊 對 目前還是要看這兩個選手 這兩位選手的節奏控制 目前呢,張天空還是以單機為主 當然這個單機為主呢 並不一定會說 他自己的技技就是單機為主啊 對,可能是第一回合的時候 更多的做一個動作 做兩個動作不完全發力 還要看真正打開之後 這個選手到底它的組合能力怎麼樣 對,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他有一個試探時間 或者說是一個雙方對視的這個摺身時間啊 是 朱寶通這個真是特別巧啊 朱寶通這一個摔子 正好是把這個單身體打合 這已經是朱寶通第二次用這個 就是固定的這個擺摔啊 對 那力量上還是不錯 是 朱寶通這個個兒高啊很明顯啊 對,這個一起腿 這個膝帶扯扯對方的下巴 是 朱寶通 好,馬上結束 這個可以和更多的教員一起發彈幕 一起來交流我們這個比賽的觀感 好,第二次該拿 好 好 好 我們好 一定 好 好 這一次 對 對 這個頂七這個營 ankle的意識非常的快 對 一種高騷 還是比較聰明 好 好 eight 在一一拼拳的時候 一旦綠距離啊 全契的距離 我覺得 從演出上來說 我认识说 突然积极力 动作的命中力更高 张一松上来就没有打太多的单击动作了 但是我感觉张一松的后手拳的这种出拳的路线 会有些上扬吗 可能一呢 是本事对手的个儿比较高 这个自己的发力角度就要有所变化 对 再一次 我觉得在直线堵截 这些可能是训练方式养除的习惯 我觉得主宝通如果要是在利用这些比赛 增加自己经验的什么阶段 这场比赛可以多实施直线训练法 主宝通对自己的腿和膝有很大的依赖 我觉得既然说他打这个比赛 目前还说 当然张一松还是给他一顿压力 但是呢 整体上我觉得就身材条件来说 和技术储备来说 这一点都不得手畅 那么因此可以尝试一下 像王老师所讲 在拳法上给自己更多的磨练和持有机会 你看他这种直线腿法确实是这样使用起来 对方很难打中进距离跟他拼拳 对方一进入这个打拳的距离的时候 他中断一旦有不平的 自己就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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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通过这种比赛来 真正的实际的比赛 来实际的运营自己的这种比赛 对 对 我看到第二回合的现在啊 东阳松子的发挥和整个的战术的配比啊 我觉得没有这么好 嗯 可能今天他遇到这样一个相对高个的选手 尤其是腿法的处理上呢 腿和膝呢在技术上都会有高的一种 他的办法还不是特别多 你看刚刚这个小组合其实有一定效果 对 还不高 包括打防守反击 可能让他更好战术 主动打单击应用的人 很清晰 他一个单击 对方还一个单击 对方还一个单击 对 这样其实意义不大嘛 对 其实就看 扛下这个 对 快 好 我们进入最后一局阿迪三局 这次比赛 稍用这种高扫腿 对 但是加强了中扫 我们看到张艺松的腹部 内部也有四肌红的这种进球 对方的一局 怎么办 对方的一局 还不错 对方的一局 对方的一局 还是打分 一局 对方的一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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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方真是一局 他说使用低扫的这种战术 我个人觉得稍微晚了一些 应该更早就是第一回合就使用 因为这种正常情况 经过训练的选手 如果腿肌肉不是特别的保护的话 没有那么容易一期就倒地 所以要逐渐去磨磨磨 才能把别方的血消耗掉 朱普通也很快 就是张亦峰在加低扫以后 他呢明显的把自己的步伐也加快了 对 这样的话 就是不太判断到我这个 这个节奏的地方 对 轻轻松的不会让你踢到 是 其实呢 在比赛当中 看到两个手术 有这个机析的次数啊 有运动率啊 包括我们比赛结束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电视的播出版 都会有双方的机析的次数啊 能够这样一些数据对比 其实这准备不算是吧 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 获胜的 或者判罚的一种 这只是一个参考 因为你同样的一拳 到底这一拳的伤害力是多少 这个在我们通风不测 或者说现在的科技能力 还做不到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参考 只是一个参考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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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已经有点实了 对于张延松和朱宝通 两个选手打这个比赛都很重要 一是张延松可以更多的适应 周博军都是同样的 同样对于朱宝通来说 应该打一些经验更多的一些职业选手 对这两个选手的夺恋都很重要 年轻选手 而且他们所在的这个级别 大家都是高手的级别 如果你不把自己锻炼的这种坚不可摧的话 真的是很难打得很好的成绩 是70公斤 是世界上高手林里最多的 对啊黄金级别 刚才是一个无意的提到了当部 是没有所在的 没有所在的 你们重新下证 拿进房子 因为可能我才还是开着 時間 ileri 挑补 terms 他 我们看到 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 1号裁判30比29 2号裁判30比28 3号裁判30比28 比赛结果 红方圣 有请颁奖嘉宾 IPG资本合伙创始人 熊小哥先生 为胜者颁奖 有请颁奖嘉宾 IPG资本合伙创始人